在2020年的大概9月份 我突然间头疼 因为我已经有经验了 所以这个头疼不是普通的头疼 所以我感觉到过了一天 过了两天 过了三天 还是这样 所以我就决定做MI 过后不出我所料 就是里面有其他 比较小颗的 还长大了 所以那时候我的心是蛮平静的 因为毕竟有经验啦 但我有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2016到2020 四年的时间会长那么快 然后我跟doctor咨询了 我觉得 他也觉得是我的饮食方面 就是吃了不应该吃的东西 比如 那些保健品 保健品不是说不好 不是说不好 他是好的 他对身体是好的 不过他对那些瘤也是好 所以变成一起好 所以过后就停了 就 要注意隐私 喝多一点的水 就会帮助自己 这是对的 那时候我还记得 其实我安排好时间 要切除了 那突然间我的爸爸过世了 所以我就离开了一周 还好医生和护士 帮我 帮我拿牌区医生 所以到现在为止 每一年 2021 2022到今年 我做的MI 是还好 全部OK 一开始的时候我问 是不是遗传 这是我个个新发现 他在 比尾 已经做了一两年了 我扶到也是一两年 想说 像我之前 爱吃进那边 大科 不过 在别的医院跟我跟他说 这个是5050 他就很怕 然后我就 介绍他过来 对 不过 他看了Doc.in 当然风险是有的 不过 Doc.in的经验丰富 他只告诉他一句 他有把握 像我们那些 患者病人 也是比较有幸福 去面对 所以他就 继续看Doc.in到目前为止 还是有最用 之前我的妈妈是 cancel的 爸爸也是 不过 我妈咪和爸爸都是有 康复的 很重要的事情 不要拖 找发现的话 注意好的机会 比较高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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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